林志堅退选是全世界最没有诚意的退选 你会发现林志堅的退选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省 也没有道歉 他的退选的声明 用白话的来说 就是我退选是因为你对不起我 不是我对不起你 而整个民进党在护航林志堅的说法是什么呢 要让郑运鹏拼选举 要让林志堅拼清白 林志堅有什么清白可言 论文抄袭已经被台大论定了 现在还是用这种傲慢的态度 然后还可以非常非常大言不惨的跟大家讲说 只要你挺林志堅 你就把票投给郑运鹏 我非常认同 支持论文抄袭的 就去支持郑运鹏 反对论文抄袭的 就用选票来告诉郑运鹏 告诉林志堅 我们不要这种论文抄袭长 按照民进党过去的所谓的灯笼术 升官学 林志堅这一次退选配合党裔退选 下一步呢 按照民进党的行情 林志堅至少从行政院副院长起跳 因此林志堅到底损失了什么 没有 未来大家走着看 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 林志堅的论文抄袭 一定会得到民进党重重的赏赐 未来升官有望 未来大位有望